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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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也没人开工 当时的刘强东从人大西门超市 拉了四车的火腿盘放入面和泼泉水 也不许运工出去 并且把他线下的12家店全都关掉了 然后短短的21天之内亏损了800多万 当时他账的一共有2000万 所以他估计的话还能再撑两个月左右 怎么改变呢 在一次喝大酒的时候 有一个他们的经理就提出来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线上卖货呢 既然大家都不来线下了 我们是不可以去线上卖个货呢 刘强东说这是个靠谱的事 他就跑到CDTESCDBEST 就当时刘强东主要是做科路机 做中国的CD和科路机这个行业 所以就跑过去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发了一个帖子 说通过邮局把钱汇给我 我给你快递产品过去 这就是最早的电商嘛 当然有最早的背书 就是这个站长给刘强东做了个背书 他说你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唯一的见到的没卖假货的人 这个背书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的话有21个人在线上进行了购买 这就是京东的最早的一批电商用户 后来刘强东就依靠着在网上卖货 度过了那个飞点 飞点之后呢 他的线下12家商城依然很火爆 但是2004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年以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 就是不干了 关停所有的线下店 并且在2003年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网站 叫京东多媒体网 当然挺好玩的 因为当然也不懂网站 做完以后就放上去 第三天就被人黑了 上面写的京东的网馆是个大傻帽 然后他们赶紧找人给他恢复了 结果的话又被人黑了 上面写的京东的网馆还是个大傻帽 就这样的不断的去试错和尝试 后来的话就有了今天的京东 那当时呢 马云在做什么呢 我们也能看到 就5月7号 这一天是马云宣布 阿里巴巴所有的员工 大概应该有这么多员工那个时候 现在上办公第一天 就是都别来公司了 你们在家里面办公吧 第一天 但是那一天也创现了阿里巴巴 有史业最高纪录 所以飞点这件事情 让我们真的第一次看到了网络重要性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阿里巴巴因为有了飞点 当时的这个 这么一件事情 快速的成了网上的这个代表性的 但是还没有淘宝 但是还有阿里巴巴 然后一直到2003年的4月16号 淘宝网正式的封闭开发 然后5月10号就开始 这招商就上线了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5月10号 2003年的5月10号 被整个阿里巴巴的人认为是淘宝的生日 所以的话到后面的话 我们也看到淘宝成了中国的 最重要的线上的力量 所以其实在每一次大的疫情的时候 都蕴含着一些机会 包括这次丁丁 这丁丁也是一样 这反正挺有意思 再往后的话就是到了梁建征 就是当时的邪成 所以邪成就用了另外一个模式 用什么模式呢 就是我可能不会去裁员 但是我把员工的工资 削减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很快 就可能会过去 那过去之后的话 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机会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硬撑 结果撑过了整个的飞点 那飞点时期呢 确实大家不能出门 注意难受 结果飞点之后呢 迎来了一个报复性的小高潮 大家都出去旅游 那些裁员的和来不及做反应的 就没有抓直播红利 反而现在是梁建章 因为邪成 整个的一千人的这个线上的客户团队都没有在 快速拿到了这伯红利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机会 那所以有人说 飞点成就了淘宝 成就了京东 成就了协城 可能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确实在每一次疫情和和收盖大战战之间 我们在解决灾难的同时 也会遇到很多的机会 那么哪些机会可能是属于我们的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2020年我们觉得活好还要活好 对 想活得好一点 你本身的能力就要变得更强 所以什么是能力呢 我待会讲关于能力的事情 但是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说个事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网上的内容 各种各样分繁复杂 有意思的内容的出现 而这些内容的出现呢 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的困惑 就是信息实在有点多 很多人都在说 我该如何去分辨这个信息是真是假 等等等等 我前段时间看一张图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都见过杜甫的样子 但是有没有想过 这个杜甫从哪来的 这个杜甫的话实际上来自于我们的1995年版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呢 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大家会觉得传统的那一版 就65年那一版的历史书 画实在太少了 尤其是年轻人 越来越需要一些纯文字的话 已经不能刺激他们的学习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了大画家蒋卓和先生 蒋卓和先生让您帮我们画张画吧 帮我画几张插画 把历史人物画出来 让大家更有感觉 结果的话蒋卓和先生就接了这个活 但是呢就做了这个画作 但是这个画作呢实际上也有个问题 就是没有人见过杜甫 也没有哪张纸上曾经画过杜甫 那杜甫这张画从哪来的呢 蒋先生呢给自己拍了张自拍照 然后按照这个自拍照呢就画了一张杜甫 于是从1995年开始呢 这就是杜甫 那它是真相吗 它不是真相 但它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判断吗 并没有 它反而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 不是非要去追求所谓的真相 而是要去看它这整个社会的推动的效果和效果 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呢 大部分可能也不是真的真相 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 可能不一定能够真的 是所谓的放之四海皆为准的真相 但是我们觉得它一定是一个 我们的思考的场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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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